大家不要把狗想得太聪明 然后总认为它可以学习这个环境 然后学习这个研究者 在修改它的实验范式 所以我应该做一些 符合它的语期的行为 这个用最简单的TD Learning 就可以解释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 讲的这个算法 为什么呢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那个Great World 在一个格子世界中 它的这个value是会往回传播的 就是虽然 大家记得我们看的第一个视频 虽然一个episode它只传播一次 一步 但是它这个value还是可以继续传播的 这个加入世界模型 只让它这个value的传播变快了 但是总的来说 TD Learning的一个总的特征 就是你之后的tai会影响你对当前这个tai的评估 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打鼓就相当于我们最开始那条小路 它本这个小路还是个负的呢 你最后的那个value都可以变成正的 这里打鼓可能是一个中性的刺激 但是由于它之后接的那个tai 它有一个正的会得到正的reward 然后之后接的那个tai 它的v是正的 那么在gamma乘以v那一项 会传播到当前的这一项 所以当前的这个打鼓 它的value一定会进化成正的 这个用TD Learning就是可以解释的 然后二阶反射 条件反射很重要吗 这个又打鼓又敲铃铛呢 看起来很刻意啊 我们真的特别需要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吗 或者说你生活中在哪里见到了这样的二阶条件反射 我建议不把这个喜欢打鼓这个事情 看成这个狗会理性的预期之后发生什么 它实际上发生就是狗一看见这个 一听的这个打鼓它就浑身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的兴奋 然后高兴地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是这样的现象 因为我们没法探测它心中到底有没有开始在推演 啊下面会发生什么 它的心中到底有没有建立世界模型 至少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实验中 我们还没有办法推测它心中有没有建立模型 在待会儿这节课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个方法去探测 那么在假设它没有建立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使用更简单的模型就是TD learning 也可以解释这个二届条件反射的现象 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二届条件反射很重要吗 在生活中真的很常见吗 对于解释人和动物的自然行为 有哪些例子是需要使用二届条件反射来解释的呢 冯波同学提的一个例子是说 像香烟中加入令人恶心的气味可以让人戒烟 然后你把这个事情转化成 而强化学习的语言是怎么说呢 就是令人恶心的气味是一个new state 对吧 然后这个有的气味 气味一是让人愉悦的 就烟本身的气味 然后我给或者是烟本身的化学物质 我给它这个叫原始的state 然后它的reward是正的 然后同时我加入一个新的state 就我现在进行点香烟这个行为 然后它会转化到一个新的state 然后这个新的state它的reward是负的 所以我点香烟这个行为 会被学习成一个负的value的行为 但是这里不是二届条件反射 因为你是改变了这个state转化的这个行为 就同样一个行为 它转化的state反上了变化 但是二届条件反射是说 你原来有这个行为 真正没有行为 对 其实这个类比还不是很好 就说原来有这个抽烟这个state 然后你可以转化出两个新的东西 但这也是说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reward 它是一个这样的链 它有一个时序上的关系 就你新加的打鼓是在原来那个再往之前的一个时序 所以你用td论来解释的 一个当时反对这个rw模型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如果你无法解释二届条件反射 你就无法解释人为什么喜欢钱 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本身肯定是没有任何reward 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我们觉得它好只是因为它能够导致我们得到其他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那个东西是真正让人愉悦的 比如说吃一顿好饭 但是钱由于它总是能和其他愉悦的东西相联系起来 很少你花钱去买不开心对吧 然后由于这个联系的建立 使得你最后一看到钱就放光 一看到钱就很开心 然后我一看到钱我就想来讲这个课 哪怕这个讲课本身它不太让人开心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你拿到钱 钱这个事情它就变成 本身就变成一个让你很开心的东西 它的value就变正了 所以二届条件反射 我们人类是非常容易被二届条件反射的 我们非常容易在事情之间建立联系 使得你对一个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感到很喜欢 这样解释大家应该能想到书目中很多的例子 所以要TD learning能解释这个二届条件反射 对于心理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拓展 对于心理学来说的是 匀 Про 있다고 Tan Quere 就是这样我觉得